哈喽大家好,我是里面小康哥,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来上海了 我还没介绍 还没介绍 哈喽大家好,我是里面小康哥,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帅羊 今天来上海了,找羊哥一起逛一下 江洋海鲜皮革市场 江泽户最大的海鲜市场 今天绝对能找到你想要的宝贝 OK,我们先去逛一下 哇,这什么楼这么大 椰子楼,这个你可以拍一个 有10斤了吗? 有 这才五六斤 你测一下嘛,肯定没有10斤 这个没有10斤,有8斤的 有10斤我就买了,我之前拍过一个21斤的 8斤 对啊,才8斤啊 帮我找个10斤了 我就买 这个好名利,非常漂亮 这哪一个可以养在鱼竿 要是我又搞鱼竿,我都养一个 发抖 发抖鱼,这个头一个个 这都是头啊 我之前在那边都见不到这种活的发抖 这是裸孙纱很漂亮 这个花纹是什么纱 回头去查一下这个叫什么纱 哇,这个花纹实在太漂亮了 这个裸孙纱 好凶啊 全是鱼,吃饭 海鲁鱼 鱼鱼 我反正这个鱼都挺普遍的 我刚刚都有拍过了 像这种10斤啊什么都很普遍 没有什么太新奇古怪了 这个是普通的皮皮夹吗 这个三种料不都普通吗 怎样哥 嗯,干嘛 这个市场的味道闻着习惯吗 闻着习惯啊 不会腥啊 闻着这还好了 不吃进嘴巴里面就没事了 腥臭腥臭的哦 吃进嘴里就比较老火了 哈哈哈 装卖小龙家 青龙古巴 全是小龙家 看一下 杂色龙家 这个龙家我没有拍过 这个 我拍了一期 还没画过 这个是叫密毛龙家 石龙 石头龙 全是普通的 挺普通的嘛 小天哥 这个马蟹你也可以拍一下 这个非常好吃 红马蟹 你拍了吗 没拍过 很好吃 这个是什么龙家 智力龙 智力龙不长这样子 智力龙是很黄的 智力龙是很黄的 黄的 智力龙是这样子吧 很长时间长了 很长时间长了 正常是黄色的 黄色的很好吃的智力龙 这个竹铲不够大 这个不是竹铲王 不是爱尔兰竹铲 这个像麻烦的怎么会绿不辣地的 很凶啊 这个不是蓝龙 它这个应该是变异了吧 有没有感觉很冷 这个螃蟹全是冷水的 所以你会感觉到很冷 珍宝铁 都普通的螃蟹 这就是像爸爸 像爸爸特别多 每个地区的像爸爸都不太一样 鲍鱼 鼓励很啊 然后这边有没有一些比较稀奇古怪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泰国富贵一下 哎呀 这个家很危险 这个多少钱 320 320 有没有那种十几斤的白玫瑰药 有个五六斤的 那太小了 咋子 咋子 没什么干货 对呀那找办 再找一下吧 找一下 好像都挺普通的哦 再找一找再找 就和我在队洋那个其实也差不多 都是卖比较常见的嘛 再看一下吧再找一下再挂一圈 这边市场倒挺大的 这个应该是鲁鱼干 有吃过这种鲁鱼干吗 没吃过 这种鲁鱼干来煮汤很好耶 我都好几年没有见到这个鲁鱼干了 好吗 你这鲁鱼干怎么卖啊 我买吃了鲁鱼干了 鲁鱼干了 要吹好几天啊 这不管到哪个海鲜 这不管到哪个海鲜 都不是一般一倍的 跟波炉一样 这你也没拍过吧 没有 奥鲍 很大吧 这个鲁鲍鱼一斤应该现在两百多一点 哇 这只不一样 这是什么 这个是黑金鲍啊 黑金鲍 对啊 全是黑的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是奥鲍 这两种鲍鱼差不多 你都拍过吗 我都拍过了 怎么吃啊这个 鲍鱼啊 鲍鱼来煎啊 黄鱼的香煎很好吃啊 这个你没做啊 这个火锅拿到的啊 他这个看起来跟波炉很像 但是他平均不一样 这个来说吃的很好吃 美国大小 这个我们也有拍过两期视频哦 这个还挺好吃 不过跟本港大小都比 还差了点一起 哇 这个犀牛鲍好大 我那边都没有看到这么大的犀牛鲍 这个家也很好吃 全是华丽鲍 这华丽鲍没有多大 最大我估计就八十几个 香槟鲍 这个鲍也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这个也非常好吃 但是这个到了个酒 水晶鲍 这个走到以后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很像过江龙 跟我们之前拍的那条 黑带暖鲍鲍鱼有点像 老马说是来自新疆的金丝鱼 但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 好像又不太像 金丝鱼是二级包 笋鲍鱼 这个是黄的笋鲍鱼 然后看着这种更贵 这个颜色拍起来有点不太像 因为这个水变成虎色了 这种是杂笋鱼 我们之前拍的可能就是这种杂笋鱼 比较便宜啊 黄笋鱼比较贵 天桑鱼 这个鱼好漂亮哦 我就很适合来做观赛 我居然第一次看到活的大黄鱼 这个都养殖的大黄鱼 黄花鱼 包眼螺啊 蝦螺 蝦螺 红星太子碑 这个名字好听啊 这个贝壳 没进口耶 一点盒 为什么给他洗这么好冰呢 那水月鱼叫什么 盒上有一点盒 这是白沙包 这个贝壳好漂亮啊 都没有看到过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你这个也没拍 这是纯天然的大酒店 海茶辣椒 最近多少钱啊 皮很厚的啊 跟猪皮一样啊 这种外园鱼 有一种薄的一种厚的 薄的 你能看到床子 但这个奶炒的很好吃哦 哇 这个水好冰啊 死了吗 没死吧 那就是要很很冰的水里面啊 我去 这个绝对是我见过最大的斑鱼香 这纯天狼的 用手还大 车一只进去就撑死了 这只更大 我估计这一只有半斤肉吧 这么大到死了 太可惜了吧 这个餐鱼好新鲜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餐鱼 这一斤都要凉了 75 75啊 黄萨啊 鱼啊 会不会咬人啊这个 我总感觉这个鱼会咬人啊 狗渣 帮主杀有见过吗 没见过 这就是鲨鱼啊 很好吃啊 要不吃 不吃啊 那我们这个市场也逛了差不多了 我现在要采访一下小田哥他逛啊 有什么体验 有没有看中的啊 我逛累了 我看你都困了 你看我都快逛睡着了 有什么体验吗 但是 我们一进来看的第一个东西 我发现就是我们看中的东西 那要相信第一个演员路由啊 你第一眼看到的东西 其实就是最好的 那咱们把它给抬走啊 走嘛 走啊 来来来 最大的那个拿出来 没有美乐珠拿罐还给你哦 一斤多少钱先说一下吧 58 28 58 便宜一点啊 30块钱了 8.3斤吧 对 这个我之前买多才35 那之前呢 现在差不多了 到时候都要移过了 那是我们这个 这个团队的招式 哦 这样子啊 那你就迷你的送我一个吧 OK 那帮我打包起来 我要明天还能移完 今天后院要移完 现在已经回到了小田哥的住宿了 今天有点感觉 就忘了回来去 没有 都快睡着了 通了整整量圈 海鲜市场 然后找到一个大宝贝 是上海最大的海鲜皮划市场上 最大的一个大海鲜 下期就到我的频道 我们尝一下小温哥做的这个 八海鲜 到底好不好吃 那记得关注小田哥 关注一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